我覺得這個就是球團內的任務 任務 然後整體的 我們剛剛一直講都是整體的規劃 當然他一直都在二軍培養新人 那我覺得球隊在這個時間點 需要他上一軍 階段性 我想球團有每個階段每個階段的考量 那這個階段性我們希望他能夠上來 上來就是寫入球隊意見 我這個教練他一直對同黨的推畫 一直都有一些看法 那我覺得就讓大家在不同的位置上面 再去做一些特別是學習的關係 所以今年選秀會以誰為名 選秀? 是恰哥會 因為之前是農場主管 選秀一直以來都是球團跟教練團討論出來的結果 當然球團也就包含了農場主管 對 還有球團也算是球團 所以我們選秀一直以來就是蠻清楚的 就是球團會跟教練團討論出來的排序 所以這方面我們不會因為 我們不會因為 人員的異動在工作的執檔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共同的決定上面 會有什麼改變 對 這是我們球隊意見的一家 球隊恰恰在最後一次欠合約 像是2019 球員最後一年 現在是一家四的合約 那合約也是到今年到期 那你們後來有再更改過這個合約嗎 沒有 他合約也是今年到期 也是今年到期 對 那接總教練有打算先換約嗎 接總教練因為聯盟也有規定 就是必須是教練員 對 所以我們也會按照聯盟規定 就是把他的手機先改為教練員 對 那至於合約席線的話 那我們就再跟他討論 和今年開季的這個戰機沒有關係嗎 戰機我們去年的戰機剛開始 其實跟所謂的差距現在也還大 對 所以 跟戰機的部分 沒有組織到 沒有直接關係 完全是出來了一個整體發展的考量 會在球技的中間宣布這個事情 可不算是比較特殊的一個狀況 你在這邊是 有辦法解釋一下嗎 應該說這個整體的規劃 都是一直有在考量 那當然就是要找一個適當的實機點 然後也要做一些溝通 那包含就是聯盟的調動 等等這些東西 都需要花一點時間來考量 對 所以 目前來講的話 我認為現在這個實機點 是一個比較恰當的實機點 所以 總統他的合約是當初之前 是 當初之前 有什麼 啊 推出的合約 本來就是三年 那今年是第三年 對 那 不過 就是 這個新的任務叫做 那其實 跟合約沒有太多 直接的關聯 那當然不是 大家把任務也繼續做吧 嗯 像慧哥 因為有 往上傳言 就是 或是 令場跟 好像跟顧龍版的 別人的這個 呃我想 傳言的部分 我就不 一一回覆 對 那 站在球團的立場 絕對是從 這個球團的 長遠規劃 人員的 調整 來做考量 沒有像 傳言寫的 那個樣子 對 所以 部長大概什麼時候 接收到 要換個職務的任務 呃 這個就是我們 內部的一個 調整的一個時間 對 我想這個也 不太方便 在路人講 他什麼時候 寫到為了 對 那 這個 這個業務其實 其實我們一直都有在 啊 找尋 適當的人選 那 因為 這個業務對球團來講 我們話而吃 尤其是 日本 韓國 還有大陸 那邊的 亞洲的 整個推展業務 對 一直是我們接下來的 一個重點 所以 恰哥是 啊 明天就 商人嗎 明天是 球隊的 練球日 對 所以 這些 啊 植物 調動的 啊 教練們 就會利用明天 做一些安排 對 那明天我們是練球日 我們就到這場練球 還是 韓國會 韓國會 教練會 會帶回練球 那禮拜五的時候 啊 恰台他就會 到台南 對 可以接任這個 那選擇 恰哥 接任總教練 的考量 是 什麼 哦 哦 信用導演也寫很多 那我再稍微再講一下 當然就是因為 啊 加上這幾年就是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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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農場主管 啊 所以他對於 球隊的 整體的規劃方向 是非常清楚 那再加上 經過這幾年 他也對於 啊 啊 啊 球團的這個 行政業務 也都有設立 啊 對於年輕球員的掌握 以及我們各個不同屆層的球員掌握 他也相當清楚 對 所以我想 啊 這方面讓他 來接任 啊 啊 不管是球員發展 或者是 戰績 我們都希望能夠並進 對 所以 在這一點上面來講的話 啊 他來接 本來就是 就是球隊培養 優秀的採訪 所以我覺得心頭恰好 所以是賽後跟大家選摸這個移動嗎? 對!賽後 就剛才 超越沒移動 對 所以我剛才 因為 大家的消息都滿快的 所以 就必須在剛剛的時候跟 是有的